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相当多的新闻 所以我们必须要以这个作为开头 其一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SpaceX这间公司 相当之精彩 听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箭 准备升空 但是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第一次的升空的发射计划是打了Q的 就改了星期四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改这个时间这么短 因为按照我们一般来说 改星期其实要就天理 就很多人做就不可以说立刻的 但是现在看上去就说 是reschedule for Thursday 就是我们的节目出街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出街的时间会不会是他已经升空了 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 都是比较值得看一看的 他现在说这个starship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型的火箭 是不是真的? 那要说少数字 如果只是说有多大支 多小支 那你和其他有比较 你就知道有比较就有伤害了 那你只是和美国自己本身以前那些太空计划 譬如有些叫做Saturn 5这些火箭 我记得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和Dennis做LEGO节目 它说LEGO有出这个Saturn 5火箭的那个模型 现在这个starship就比这个Saturn 5基本上就强7倍了 我会说 刚才说 土星5号 是的 就是那支火箭 你不要想大小 其实如果看火箭 最重要是看推力 就是推力本身有多厉害 一般来说现在今时今日 你想拿一支火箭出来 在一个世界叫耀武扬威 你这个推力你没有一千万个牛顿 你就不要乱出声 那如果说中国长征系列的火箭 其实它现在也在说几百万级 就是几百万牛顿的这个推力 未来这个长征9号火箭 说是2028年会制成去用的话的火箭 即还未发生 还要等多五年 它的推力设计是去到五千多万左右 当然你会看到中国想追赶 想超越美国的斗智能力和斗智能力 但是我这么说 今次这支SpaceX的Starship 私人公司接了美国太空总署的订单 它的推力是七千五百万 中国五年后那支都没有追赶到今天美国这支 所以你想象到是很厉害的一支火箭 那这支火箭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厉害呢 其实我们先前一路都有说的就是 上月球去弄基地 所以要带建筑器材 建筑材料 工具甚至乎要带一部核电厂上去 所以要带这些东西 它那个载货力 你本身有这么大的推力 能够带到多少东西呢 它就可以带到成150吨东西 所以无论是它的推力 和它的载载能力 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你先前那些说到几十吨已经是很厉害的 那这个是说可以150吨 所以这次这支就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这样的 够大真是 但是我觉得更加奇怪的就是 那么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交给私人公司做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mindset 这个思维要转的地方了 我们经常觉得这些太空竞赛是国与国的竞赛来的 是说一个的国家去统合 去管理这些这样的大型工程能力 一个国力的象征来的 那么你就算看美苏军事竞赛 就算是太空竞赛 全部都是你看到NASA 跟着对别人的官方太空单位 这样来去直接对抗 但是你会看到近年 那种民营的力量 其实在美国上标得非常之快 其实你会看到 就算连民间公司也有能力 去跟自己美国的太空总署做竞争 那么在这个竞争之下就进步了 所以这次美国就由他出 就是给人招标回来 然后你哪个比赛到的 哪个认为自己用这个钱比赛到的 我就批给你 那就由SpaceX拿到这个订单 那么你见他一做一张 就是你真是由Elon Marks 所独力来去谷 那么你就发觉 这次就一次就做到这么大了 做到这么一枝超级的火箭出来 那么如果你说他上次星期一 叫停发射的原因就是里面其中一个叫做 负责去监管 就是去管理着那些 燃料压力的其中一个活反 一个活塞就凝结了 就冻住了 冻住了就动不了 那么这些东西呢 如果你是说一天没解决到 一天你真的不升空 说的是以前80年代那些挑战者 一号穿梭机爆 其实都是这些东西而已 就是那些燃料仓里面 那些物料能不能够在适当时 控制到他某一个适当的温度之间 从而能够去展现回应有的物理特性 他要有这么硬就是这么硬 弹性要有不断弹性就是这样的弹性 如果不是就不能够承受到整个飞行的时候 那些燃料噴出来的那种巨压和高温 还有这些东西就是物理材料来的 你不能希望他没事的 所以参数一不到 不行就不行了 就是为什么又要夹到这么麻烦呢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现场才开始注入那些液态燃料 那些液态燃料能不能够 是无论那些燃料自己本身保持一个适当的压力 然后当然不要漏了 然后其他周围的东西 连载的缸,周围的弹性接口位结构 全部能够保持一个温度 还有整个容器的一个压力 那些全部应该要活动的部件 是不是在一个适当的温度情况之下运作呢 全部要适合了才可以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突然之间不行就不行 很有趣 Elon Marks他就起飞前已经好做好期望管理 他说预了这次不行了 不过都先试一下 预了不行了 但是就不行了 就等几天再来过 但是等几天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挺奇怪的 因为之前我们说 对上一次Alimus那次都等了几次 还要等一个月了 这个好看你的工程上面是哪一个环节的问题 我觉得这次纯粹就是大家去 我用一个比喻 就是一个煮菜的比喻 如果那些要等几个月后才再升空 你直接发觉是有一个材 其中你这么多炒这些菜的其中一个材料变坏了 你重新预备过这个材料又要到另外几个月 但是这次似乎就是 你埋位炒的时候 究竟哪个下鲜哪个下鲜 发觉那些东西夹不对 就是这个我已经煮起了 但是你还没可以倒下去 如果我早了倒下去 那些东西熟那头热那头不对 就是炒饭那一刻功夫还没弄好 那所以是一个我觉得 如果是这些差几天想再试的那些 很多时候是一个实际操作的那个问题 就是它本身是不是那个零件有坏呢 不是 但是我们不能够在一个适当的时候 令到那个零件去解冻了 令到它能够适当地迎接这个星空 那所以它就叫停 那这种这样的 还没合得对呢 就是一个操练的问题 就多过一个预备 开始预备材料的问题 嗯 那很好幸运啦 我一找的时候 就找到某个网页 其实展示了那个火箭的比例出来 嗯 那真的没有我没有讲书 真是最大支那支来的 是啊是啊 那这里后面有个推力的指标 那大家自己去找找 不过这个就是一个创举来的了 很体现到就是 美国他们在太空竞赛方面 是相当之灵活啊 就是可以给一家私人公司 他又不怕他洩漏秘密给其他的政府 是吧 可以给他 咦 那这个火箭是决定到能够几快去建立月球基地 嗯 因为我们知道先前去Artemis计划已经开始了 然后未来还会选择好找人上去兜一兜 然后呢 你这个对的火箭呢 能够去弄好的时候呢 就真的可以实际上带东西 连人带货上去开始建东西 那其实就要几样东西同步进行了 嗯 除了另外这个新闻之外 另外一个新闻也是引起一些争议的 就当然我不熟行 我只能引述了 就看一看你那个讲一下 就是这个James Webb的天文望远镜呢 拍了好一些影像出来的时候呢 发觉和我们原本的宇宙的模型呢 是相差很远的 那就是我们需要修改那个模型的一些参数呢 是的 这个又是另外一单 刚刚这一排都累积了很多的太空新闻 其实就是这几个星期太空新闻多到一个地步 我怕有时候讲的太多都不好意思 但是真是好很多真是第一手消息 我们一直以为呢 我们对于那个宇宙的模型都掌握得不错 但是呢 一放个James Webb上去 他能够帮我们拍到 将一些宇宙更加早的这些这样的星 是拍得更加清楚的时候呢 那如果一个悶的结果 我们就纯粹想 哦 宇宙越早的时候 那些星是不是越是BB初型 很多是未形成的状态 或者是形成中 那我们预期就是看到一些 一些星系未成熟到今天这样的样子的时候 之前是怎么样的 那这样东西是不是找到呢 是的 也都如我们所愿是找到这些东西 但是同时竟然也都被我们找到很多的就是 很早很早的 他应该很早很早的形成 但是已经一早就已经成熟了的一些的星系 那这个就令人很费解了 因为我们预期呢 他应该呢 开头这么早的时间 宇宙 就是去诞生一段头的 我以一亿年以内一亿年左右的时间都没有了 那就已经是发觉有些很成熟的大型星是形成了 那其实现在不知道怎么解释的 就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是不是我们整个宇宙的认识要重新改革呢 那我现在随着他们累积得越来越多的结果呢 我觉得这件事可以发生 但是现在 就是 为什么我不把它长篇大论来说呢 就是有没有一个很精彩的理论 来帮我们合理地整合现在看到的东西呢 就暂时没有 是的 这个我们就很期待 就将来整个宇宙论呢 它有没有一个因应 James Webb的摄影结果而有更新呢 但是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那些问题 是不是以前那个望远镜看得不够远呢 没错 以前看得不够远之余 还要是以前看那个的光谱呢 不够阔 如果你在说用哈勃也算是看得远 但是哈勃很多时候在看那个可见光的光谱 如果你是James Webb呢 他还可以看红外的光谱 一些未够热 未去发展成熟到可以发到可见光的一些的物件 那些物质呢 那些形态呢 都可以用James Webb去拍到 那所以我们可以拍到很多 尤其是宇宙早期呢 尤其是早期的东西又拉到去呢 因为越远的东西呢 红移现象是越明显的 红移了去一个红外线的地带 由哈勃拍不到的东西呢 可以由James Webb那里捉回来拍得到 所以我就是说James Webb可以由幾个不同的进路 来帮我们拍到更加早的东西 而简单来说就是由James Webb拍到一些 竟然很早发育完成的小朋友 那接着我们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怎样理解这件事 明白了 这个有待现在的宇宙学家 就是很快地去补课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 就是拍照那里拍到很漂亮 那有什么照片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 如果又是这个星期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科学新知其中一个 和大家追踪的很重要 就是当年拍黑洞那张照片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能够拍到两个不同的黑洞的照片 那第一个黑洞那张照片 那现在台长的画面就按了出来 那其实刚刚这个星期 这个研究小组有一个新的公布 就有一张这张照片 有一个新一些清晰一些的版本 那现在台长找到这个还是旧版来的 那如果有一个新的版本 你发觉都是这个颜色 但是整个那个戒指的形状就清晰很多 那是的 现在台长你看到有两张 就是在你的画面的 右上角那里那张 一张就是一边就是清晰一些 一边就模糊一些 那你可以比较到 再精确处理后的那个影像 你看到就更加清楚一个洞 那样 那你会觉得我就是这样 但是背后那种的运算去排除那些雜讯 就能够做得更加的清晰 那如果你以技术上来说 我会说是一个进步 那以后你能够再拍这些影像 我们找一个更加好的方法 来将它做得更加清楚 那这个是EHT的合作计划来的 是的 EHT自己的研究小组 它再将那些这样的数据 用另外一种方法去除雜讯 令到那个影像再精进一些 是的 那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推广到什么出来 这张新的这张照片 那暂时有什么 就这样看照片说到什么出来 那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那只不过就是 他们现在凭着现有的资讯 怎样将那个影像的解像度 推到更加好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那个最大的价值 还有整个数据本身 现在我们只是看到一张照片 它本身是一个动态数据来的 就是你会看到外面有东西兜着它在转 那尤其是 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清楚 起码一个 又简单地说 在那个所谓黑洞的边缘 我们似乎看得更加清晰 就是说中间黑色那个洞 跟外面那些还有光讯号的东西 似乎越来越清晰 那我们现在的期望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边边那里发生的事 我们看得更加清楚的时候 就是更加多 和黑洞有关的资讯 我们可以学得到 那这个是不是叫做Event Horizon 如果这样看这儿就是了 OK 那除了这张照片 还有没有其他照片我们可以讲讲 其他照片就暂时没有 但是如果你说说太空计划 这个星期又是有个意义 发射了太空计划 那刚才说的SpaceX那个 是准备探月的计划 但是也有一个刚刚这个星期 由欧洲太空总署发射成功 一个叫Juice Juice Juice 和果汁的Juice 的算法一样 那它就是要找一个 去木星那里 找一个被冰包住的 一个的卫星 就是木星的月亮 这个是不是Juipiter Icy Moon Explorer 是的 没错 是的 没错 是的 没错 我一直说 为什么叫Juice 那原来 Ju就是Juipiter Icy就是Icy 接着E就是Explorer 它就这样去砌出来 是的 是的 但是这里又为什么 有东西值得说呢 其实呢 它是真的想找一下 在这个木星外面 这个我们认为最有可能 是有生命孕育条件的这个卫星那里 去看看上面发生什么事 其实以前一直我们有很多计划 去看这些木星和它周围的卫星 的 直接是你讲的 由80年代尾 至到2000年代初呢 就有个叫Galileo Mission 然后早前呢 就叫Juno的这个Mission 就去拍摄整个木星的南北极 也去到周围的卫星去看看 但是现在这个Juice的这个计划呢 它又零零细细再去呢 就针对那些周围的卫星那里去看一看 那相比于以前Galileo Mission 那纯粹真的去到拍摄相片 就是拍到相片就已经很开心了 看到它上面那些地貌是怎样的 那然后做下一些很简单的遥距感应 那这样 但是这次Juice Mission 就带很多感应器上去的 那如果你看回它的那些技术规格 里面有成十一种不同的探测仪 去量到十一种不同的参数 讲的不是再是外面影像的东西 不只是拍摄相片 測到它们附近的磁场 測到它们的地形 測到它们的地下会有些什么东西 还有周围温度啊 所有的电磁场的参数啊 那全部是有十一种东西都记录了 所以就是说它再进行这次任务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有一些更加先进 轻巧精确的仪器 去全方位地将它再捕捉一次 所以就很期待就是说 如果它现在起飞 那你都如果是以年计的时间 才去那里拍到影像 但是这次针对这个卫星 如果我没有记错名叫Janimede 那它四个卫星 有一个Io 有一个Europa 这次应该是Janimede的卫星 那它就应该是包了一层冰 冰下面应该是有液体 然后如果有液体的话 照计应该有磁场 甚至乎如果看到它地形 会不会有些天气的现象 我希望就可以一一地很清楚 很接近地去拍到 再发送回去地球那里 那是不是它拍的照片 一定会比以前漂亮很多 我们看得很清楚 它试一下拍得不清楚了 是不是呢 那欧洲太空总是被人笑 还有有些事情 就不只是由影像层面反映出来 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 它关于地形 整个地形哪里高哪里低 还有它有没有整个磁场 还有它那个大气附近的那些 那些离子有多少 那些量到那些粒子的参数 那些电场磁场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些是最宝贵的东西来的 但是它很有趣的 它说在这个三个卫星里面 这个Gannamini Galesto和Europa 有海洋 是啊 是啊 那它很有趣的 也都甚至乎看到有地学运动的 有火山 有些会看到 所以 所以 它那个环境和地球很像 是的 所以我们就更加会认为 就是说 那里会不会有机会有 有孕育生命的条件 首先就是说 它其实温度都适宜的 你不要小看它 距离太阳那么远 但是它维持那里的温度 它很可能是靠着它自己本身的 地心的地热的余温 再加上木星对它的牵扯 令它有个板块运动 那于是乎它有很多火山 在继续形成 那于是乎它有火山 有液态的海洋 可能它那里的表面的温度 是比较适宜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原因 就是说 为什麽在这个位置 我们更加会是 觉得它可能 会有这个 有生命的条件 和它们每一个都比地球大的 基本上 哇 只是卫星都比地球大的 没错 没错 那最后提一提 就是那个发射的日子 4月14日 就是发射的地点是 法属龟雅 是 在这个地方发射 OK 那这一节就完成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好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呀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订阅,订阅 订阅 订阅